对共产党网开一面 暗中方水 这个不是小事啊 故意派有共党嫌疑的人去审被抓的共党 同时在让他的死敌趁机去调查他的女友 这种一石二鸟的损招 只有李维公跟于秀宁想得出来 原本李维公今天叫齐公子来 是想敲打他一下不要再针对许忠义 他特意让于秀宁参加 就是为了证明并澄清许忠义的身份 甚至强调说戴笠都特别认可这个能赚钱的小子 可是齐公子根本就不买账 因为他的后台是蒋经国 李维公不敢直接跟他动应的 所以只能跟他摆事实讲道理 既然苦口婆心不行 那只能来点阴谋诡计 他让齐公子去本西审查被抓的共党一案 也想借机把他跟许忠义分开 可是被齐公子当场拒绝 说吧丢下档案就走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让许忠义去本西 这样既能达到把二人分开的目的 还可以让齐公子排查一下凡旭的身份 而且还特意让顾与飞一同前往 没想到许忠义前脚刚到本西 于秀宁后脚就追过来了 而且带来了李维公的一个意外决定 就是审查这个共党分子赵志的时候 要故意放水留下火口 原因很简单 人家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爹 看来齐公子评价他们一点没脱 他们心里已经没了党博只有钱 令许忠义没想到的是 这个赵志根本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 他们第一次交锋 就被许忠义咄咄逼人的审讯给弄崩溃了 军统不是警察局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所以接下来的审讯 许忠义故意让给了陈老大 没想到陈老大的效率更高 这小鸟 我还没看见这么发抖的共产党员 一会儿那烙天 那通红通红的 就先割脸上了 皮开了之后肉露出来了 还得拿鞭子抽 抽完两嘴还得扑 你说你早晓醉干嘛 五分钟不到 一个命令就搞定了 拿那个最大那个烙天 那烙天孩子又人 行 五叔